健全优质的托婴中心和托育人力是家长安心工作的后盾 桃园市机优托育人员表扬活动 表扬了34位的专业人员和评鉴成绩优良的托育中心 桃园市人口持续成长 许多年轻父母搬到桃园定居 为了让家长安心工作打拼事业 桃园市透过了评鉴表扬机优托育中心和机优的主管和托育人员 打造优质的托育环境 希望能够鼓励从业人员精进服务 我们希望说这些机优的托育人员可以发挥带动的效果 让我们所有托育机构都能够见闲时期 让我们打造一个非常安心安居 让家长能够放心托育的环境 这一次表扬共有五名机优主管获奖 鼓励他们传承托育经验和从业的态度及精神 最重要的是不管你是刚进来或是做很久的主任 就是一句莫忘初心 就是在面对孩子那个最纯粹 最单纯的一个互动的东西 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这样子 获得资深九任托育奖的蓝雅心 在工作的时候吸收前辈的工作经验 并且学习专业知识 我在这家托育中心已经待了六年多了 应该要迈入第七年的 然后这家托育中心 我不会把它当作是公司 因为我觉得它给我有很像家的感觉 包括我里面的团队我的主管 都会像哥哥姐姐长辈一样教导我们 然后大家也很乐于分享一些专业知识 根据福利身份别和生育子女数的不同 在公共化托育中心 或者是准公共化的托育中心 每名零到二岁的儿童 每个月可以获得五千五百元 到一万四千五百元的补助 如果是自己或者是亲友照顾 也可以获得每月五千元的育儿津贴 提醒新手父母把握权益提出申请 请不吝啥